這是IWSTEMP微電腦科技學習套裝的現用課程 我們上一堂試過用一個VR 就可以產生到0至1023不同的數值 我們亦都提過這個數值其實是可以很多用途 我們今堂就會用這個VR 做一個可以調節時間的倒數計算鬧鐘 硬件方面我們會用四個設備 VR是用來調節時間 Button是用來啟動 七滑管是用來顯示設定的時間和倒數的時間 風鳴器是用來增加音效 首先把風鳴器放到第二腳 風鳴器一定要放到第二腳 還有要記得把風鳴器的JUMPER 打橫去B字 七滑管我們今次是駁在第五腳 VR駁去A0 最後把風鳴器放到A5 最後把風鳴器放到A5 現在是對應我的程式 其實如果你自己做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編排的 我們今次想做到的效果 就是用VR來調節時間 現在調節時間10秒 然後用Button來啟動 啟動的時候 風鳴器會BIT一聲 接著那個七滑管就顯示它在倒數 倒數到0的時候 它就會響 接著就回到10秒鐘 我們之前設定的時間 今次的程式就會長一點 因為我們多了幾樣的設備 我們會用到Buzzer VR Button 和七滑管 因為有Buzzer VR 和Button 我們一定要引入這個IW Library include iw.h 因為我們會用這個七滑管 所以我們都要引入這個Software Serial 之前我們玩過 我們就放在3和2的腳 因為我們今次會用到Buzzer 而Buzzer 就一定要用在第二腳 所以這裡就不可以再二了 我就放在第五這個位置 要設定Buzzer Buzzer 就用Buzzer來設定 給它名字 現在放在第二腳 其實Buzzer 是一定要放在第二 VR 就用AD來設定 AD 給它名字 VR1 現在放在A0 那裏 Button 就用Button 這個指令來設定 Button1 給它名字 我現在就放在A5 那裏 因為我們用VR 會讀入一個電壓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變數 和之前那個一樣 我都是叫它做Value Setup 這裡 我們都是Setup 7滑管 7滑管 這邊就叫做 S Serial S Serial S Serial Begin 57600 是它的速率 好了 入到主程式 回圈了 我這次呢 是會用這個 WOW 這個Button 這個指令 WOW Button 1 我們之前寫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按鍵 它不放手 我們就要它停在這個 WOW Button 那個回圈裡面 這邊 這次呢 就正好相反 我們要它 沒有人按鍵的時候 就在這裏 回圈 所以我們要這裏 就是WOW Button 1.press 等於False 如果那個人 沒有按鍵 他就在這裏 到這裏走 一按鍵就走 那這裏走 我們之前就沒有寫 現在我們就寫 我們就寫 我們就寫 讀Vr 的數值 Value 等於Vr 1.read 我們讀入Vr 電壓 AD 就會自動幫我們 轉成Value 就放在這個 變數上面 那麼我們讀進來的數 就會是0 至1023 但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未必要用到 1023 那麼多 那麼我們可能需要的 只不過是100秒 或者100分鐘 這些這樣的數字 那麼我在這裏 就介紹一個 新的指令給大家 Value 等於Map Value 0 1023 至到0 100 那麼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這個Map的指令 我們可以把1023 變成100 最大是1023的時候 現在就變成最大是100 會自動幫我們分配好的 那麼變成我們教的時候 然後呢 0呢 就不是去到1023 最大的時候就是100 那麼它會自動幫我們分配好 不需要做隨速 那麼這個呢 你自己可以決定了 譬如你說 我想最大是600 那你就設定600 這個我們可以自己 看回我們的需要 300 那就300 那麼我現在用100 最大是100 那麼現在這個Value 就會變成0至100 那麼我們設定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回圈 設定這個Value 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要看到 所以我們用回 S Serial Dot Print 這個Value 這個Value 這個Value呢 現在是我們設定的時間 究竟是多少 一會兒呢 我們都會用這個Value 來做倒數的 跟之前一樣 我們要有少許延避 讓我們設定的時候 可以看得到那個時間 所以我這裡延避100 那麼現在這個回圈呢 就是沒有人按鈕的時候 他就在這裡 等我們可以設定好時間 先 正好的時間 他就停在那裡等 沒有人按鈕 就離開這個回圈 就開始執行我們 倒數計時了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是期望他有一個BEEP一聲的 這樣呢 就會用這個BUSHONE DOT SANG 1500 這個呢 就是 我們之前都玩過的了 BEEP一聲之後呢 我們就想倒數 倒數呢 最方便的做法呢 就是用Value來倒數 由大那個數 Value倒數它 譬如由100 100 99 98 這樣倒數 所以呢 我就用這個Value Value呢 我們在之前的RGB 那裡有玩過了 我們有正常去的Value 或者倒數的Value 那現在我們要倒數 那我們就倒數回頭的Value 給個變數去 i 就等於Value 我們設定的時間開始 一路數到去0 每轉一下呢 就減1 倒數中 我們都要看到的 所以這裡呢 就會有 print出那個抽白管的指令 讓我們倒數 199 98 這樣 好了 現在這個時間呢 這裡有一個延避的 這個延避呢 都很重要 如果你想那個倒數是以秒計的話呢 那現在這個延避呢 就應該是1秒 1000 那它每旋轉一圈呢 就是1秒鐘 如果你那個時間 不是想1秒 而是想1分鐘 那這個延避呢 你就應該用回 60乘1000了 即6萬的 那就每1分鐘計 好 那現在它呢 就倒數了 倒數了 時間之後呢 完了呢 它就會離開貨路 到最後呢 我們就想響那個Buzzer Bip-Bip 這樣用不同的聲調 我們現在這裡呢 就用Buzzer1.Write 1000 就是1000個Hz的聲調 停500微秒 就用500個Hz的聲調 再停500微秒 這樣 所以呢 就1500 這樣 大家看到呢 這個Buzzer1.Write 和上面這個Buzzer1.Sound 是不同的指令來的 是不會影響到下面的那個時間 那麼這裡 我們開始倒數的時候呢 就應該用這個 因為如果不是你設定2秒 3秒這樣呢 就會干擾了下面倒數的時間 但是這個Dock-Sound的指令呢 就不會干擾到後面這個時間 這個就是Buzzer1.Write 1000Hz 這個呢 它是不會停的 你叫它走1000Hz Bip 這樣呢 它就一路都是響著下去 你可以在中間改變它的音調 所以現在在這裡呢 就是延遲了0.5秒之後呢 它會改變了第二個音調 改變了之後呢 它都不會停的 會繼續響的 直到我們用Dock-Stop 來停它的 現在這裡呢 就是 兩個聲音 但是如果我想它走多幾轉 有兩個方法 要不呢 你就 Copy & Paste 多幾個 要不呢 就是我們在這裡 再用一個For loop 我就想它循環三次 那麼它就在這裡走三次 那麼我要循環它 如果你想那個聲音完結的時候 是有十次的 那麼我們就叫它循環十次 那就可以 我們自己在這裡決定 究竟你想它響幾次 那麼我先保留它三次 好了 響完了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設定 Buzzer 停的 如果它不會停的 就繼續響而已 Buzzer 1.Stop 走完之後 停回Buzzer 那我們就完成了那個倒數了 好 停了之後 它就會回到這個Loop 開頭那裡 又重新等過我們 設定的時間 如果你不用設定 那麼就保持之前的時間 那麼我們按鍵 它就會再下去倒數 如此類推 好了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 上去吧 我們現在呢 就調整的時間 調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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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00 調整的時間 就是0 那我試一下調整到它 10秒鐘 然後就按鍵 響一下 開始倒數 倒數到0 之後呢 它就會 用不同聲調 向三次 跟著就回到上去 重新等過我們 那麼其實相同這個程式呢 如果我不是要這一句 而將這一句 改造 譬如說 是叫做LED1.on 然後來到這裡 它走完了之後呢 倒數完了之後呢 我就說 LED1.on 那麼這個呢 就變成了一個 倒數計時的燈 就不是一個鬧鐘 就變成了 例如說 我們開門之後呢 上眼燈 延遲兩分鐘 才自動關掉的 那就可以這樣做 那當然啦 如果我用LED呢 我們是之前做設定 都要做過一些設定的 如果我說 這個是一個 摩打來的 Motor1.on 那才算 那變成呢 我一按鍵 它就開始著了個風扇 然後呢 就會倒數 好 倒數了多久呢 就會停下一個風扇 那這個呢 就是可以有一個限時的風扇 那其實這個程式呢 可以這樣變化 的 好了 那我們就總結一下程式 那今次我們都會用到 Busher Button 和VR 那些 所以我們一樣要 include IW.H 除了include IW.H 這個Library 之外呢 其實我們要用七滑管 那所以我們都要有這個 Software Serial 的Library 那Software Serial 呢 我們今次都是一樣 改回同一個名字 那當然這個名字 你可以自己改 那用S Serial 那這個Software Serial 我們都記得 在Setup那裏呢 要設定它啟動 和那個Bout Rate 那個重率是多少的 那 等了的 57600 那就是一樣 我們如果要列印 那個 數值出去 那個緝畫管那裏呢 我們就這樣 Dot Print它出去 那這次是有一點 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兩隻腳 其實我們不是上次的3和2 那我就改了4和5 那這裏值得一提的 就是Software Serial 用了都用兩隻腳的 那我們最主要 現在做緝畫管的話呢 我們就留意著第五隻腳 那第四隻腳呢 我們是用不到的 但是 亦都是說 第四隻腳呢 不應該把它設定去 其他東西 要不然就會撞了 所以呢 我們應該找一個 沒有人用的Pot 來設定 我們現在不用的這個位置 Buzzer 我們之前也有玩過的 不過今次呢 又介紹多了一個Buzzer的指令 之前呢 我們就玩過Doc Sound 這個指令 就有一個聲音的頻率 和它響多久的 500 就0.5秒 那這個指令呢 好像先頭我們提過了 它是它有距行的 不會影響下面的指令 但是如果我們需要 它有距行 而又想不同變調的話呢 用這個呢 就會有麻煩了 所以我們如果想變調的話呢 我們就應該用Doc Write 然後呢 就給它一個頻率 然後呢 就Delay 即是它響多久 響完之後呢 我們就用Buzzer1.Stop 來停它 的 Button我們都玩過了 那 其實我們試過用過兩個不同的方法 來用這個Button 之前我們都用過If If Button1.Pressed 跟著呢 就裏面就做它的動作 那這次呢 我就 While Button1.Pressed 等於False 然後就做裏面的動作 那這個If和While呢 其實是Adreno這個C語言的部分 那你其實可以用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譬如是Touch 或者其他的設備都一樣 那究竟 While和If的分別是什麼呢 其實呢 是很不同的 If 就是說 如果那個Button1 有人按鈕 跟著就執行它的東西 執行完呢 它就會離開了 While呢 就不同了 WhileButton1.Pressed 我們可以等於False 或者沒有等於False 如果它達到了這個目標的時候 達到了這個條件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這個回圈裡面 那它是不會離開的 直至到這個條件不符合 它才會離開的 即是說它的程式一下來的時候 如果條件符合了 它就會進入這個裡面的圈圈 這樣就不停在這裡走 不是好像If這樣 做完之後就會走 它就會在這裡停下來 不停走它 讓條件不再符合了 那它才會離開的 那這個就是If 和While的分別 那VR呢 我們之前都玩過了 那VR的用法都很簡單 用Doc Read而已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變數 變數的名字 我們自己定 不過今次呢 我們就介紹多了一個Map的指令 這個Map的指令 就可以我們 將原本1023這個數字 就轉為我們想要的數字 那我們就不用擰到1023了 那你喜歡100也可以 120也可以 200也可以 除了你設定數值 那VR呢 那VR呢 領到盡的時候呢 就會限制了 在你自己設定的數值裡面 那這個Map的指令 就很容易用 因為呢 我們就很麻煩的了 要做一個除數 還有我們如果想改那個 數值的時候呢 就要將那個數字都要改 那現在這個Map 就只需要改這個數字就可以了 那這次的Program呢 主要是這樣的了 我現在讓你改變 一些新的建築 通常的審査 以後 有可能的 那很爽